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科拉恋人奇葩结局惹出草 论瑞到底哪里得罪了编剧 不管我走到哪里就有你的影子 我都快被你折磨疯了 玻璃明星慈善行 苏醒矜持 并对大梁山少年与大海轻易接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区 的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城 大家好 我是古祥 今天金主播又犯了好动症是吗 你这是跳央歌了 不是央歌 你干嘛啊 这是我最近觉得要去练习的一个项目 金主播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世界田径锦标赛上 终于中国代表队拿到第一块的金牌 去留衡这个 我觉得看下这个项目的人身材都非常好 对 古祖博你也可以去练一下 我教练说了什么也太好不错了 没有了 先弄一下马甲线啊 有的 多话说回来这个市井赛 昨天也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 那就是这个闪电波尔特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 没有看到他摔倒 这个摔倒真的是有一点准 因为他在绕场和观众示意一圈的时候 竟然被后面的这个摄像机给装倒了 讲的这个尴尬 再来看看我们的明星呢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尴尬的时刻 明星敏感话题大拷问 穿衣显胖 赵薇幽默化解尴尬 走出娱乐圈是个八卦圈 明星出席活动遭遇稀里媒体 被问及敏感话题在左南面 昨天众人期待的电影港宇 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异色发布会 因为在戏中 徐珍饰演的是一位内衣设计师 所以当天发布会一开场 就是中外模特的内衣走秀 带有广告某知名内衣品牌大秀的意思 在秀的最后 徐珍和赵薇在模特的陪伴下潇洒出场 只不过薇姐这一身白色套装 腰间的设计助持显套呀 绕于这么多好身材的模特同才 薇姐有没有很羡慕呢 居然如此 薇姐为啥就不能节点肥 不然的话也可以穿点显瘦的衣服嘛 难道是得罪了造型师 其实我确实什么样 都是突出他们的 小费评 薇姐这是毁自己 成全别人的节奏吗 临行敏感话题大拷问 公布恋情后手露面 郑凯遭遇媒体追问 有人身材被囚好尴尬 而有人被问恋爱现状 甜蜜满满 昨天郑凯先生北京出席某杂志 举办的年度挚爱颁奖礼 继三周年庆祝派对 话说在大部分当红小生 都在事业上升期 选择隐藏恋情的时候 郑凯却不走寻常路 大方在七夕节 通过微博公开恋情 难道不怕掉粉吗 就是觉得 不想再隐藏了嘛 就觉得 而且大家都觉得 好像一直在说 跑男每个人都有伴了 然后说跑男 是一个很吉利的节目 所以说也告诉 广大的艺人朋友们 想脱单上跑男 可是郑凯走到哪里 都不忘做广告 你还真是一个 好的节目代言人呢 不过想想在节目中 郑凯作为养颖的护花使者 恋爱的互动可谓是 暧昧满满 键盘女友 难道不会吃醋吗 还好还好 工作嘛 那当时 是你俩谁就有练 一个工作练琴的 我们一起决定了 可能还是我 比较有主意一点 既然公开了练琴 那就表示感情很稳定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收到你们喜帖呢 这个慢慢来吧 我怕一下子轰炸大家 大家受不了 小明平 小新粉丝 酷佣在厕所呀 明星敏感话题 大拷问 张少涵 蓝礼于范伟齐恩怨 如果圈恩爱情侣 献煞旁人 而好友翻脸 沉默路 则让人唏嘘不已 近日张少涵 现身上海 为自己的世界巡回 演唱会做宣传 已经破别演唱会 五年之久的张少涵 对于这次的 沉醉世界巡回演唱会 显得格外重视 不仅将发布会 别出心裁地 伴在了游轮之上 更是现场脱衣 秀起了苦练多时的 马甲线 我说真的 运动真不简单 而且你要很坚持 所以我就每一天 即使是拖得 很疲惫的身体 我就还是这样 来吧 话说早前 张少涵与范伟齐 闹发一事 疼闹得沸沸扬扬 但现如今 看到为了演唱会 如此卖力宣传 积极锻炼的张少涵 似乎早已甩开了 与范伟齐之间的不快 更表示希望 自己能与演唱会的 主题一样 回归纯粹 反正不会喜欢你 就始终不会爱你 也不会说出 好听的话 那何不就是 好好把心思 放在爱你的人身上 然后去创造 更多的东西 去给这些爱你的人 知道说 哇 你很 你也用你的方式 去回归他们的爱 小飞萍 将爱留给 在乎自己的人 乐翻天综合报道 愈乐大叛烧 赖神川带话剧回家 期待于 林青霞再合作 近日著名导演 赖神川 协话剧 十三角关系的 一众主演 在江西会昌 举办了全国首演发布会 值得一提的是 身为会昌级的导演 赖神川是首次 带着自己的话剧作品 回到家乡 此次演出的特殊意义 也让赖导感慨万千 作为拥有极高声誉的 戏剧导演 能够与赖导合作 对于很多明星来说 都是极大的信誓 而曾经与赖导 有过合作的林青霞 更是惊喜付出 亮相某真人秀节目 不知赖导 又没有打算 再次与青霞姐合作一把呢 我已经有这谈 多年来 她都有 我们也所有 想起碑 大家在 马上看到的 就是范冰冰 其实提到范冰冰 大家就觉得说 这么多年来 她变得越来越美 越来越女王范 你看着就觉得说 很养眼 我觉得好像 这个说法有点不错 我觉得范冰 一直是很漂亮 一直是很有女王范 哎呦你这么挺她 没有 因为她是我师姐啊 哦 你讲的一直 你知道吗 很多网友都说 她确实有一件事情 一直保持不变 就是她的演技 你看看她接下来 这些图呢 看永远都是那张 很无辜的脸 然后无辜的大眼睛 在瞪着你 是这么多年 从没变过 好坚持的 而你做这个表情 我觉得这也是 好像是你的经历表情 很无辜的大眼睛 其实我觉得 这也无可厚非啊 因为野人在拍摄的过程中 无非就是哭啊 笑啊 这几个表情 那范冰有可能 比较标志性的大眼睛 正好是被大家 截取了这几张 其实她还是演技别 就只能说明 她太受关注 很多人会吐槽 你比如说 我也很受关注 关注是什么 就是我这双鞋子 我要再次声明 我真的有换鞋子 你们没有美妻都看 所以不要说 我没有换过鞋子 是啊 我证明 古主播这个鞋子 的确有五年时间没换了 但是在一周一周 见证期间 还是换的就是 当然 我们要节俭 对不对 讲这个吐槽 再来看看 要说起这个夏天 最闹心的电视剧 莫过于这部号称 68集超长钻石广告片的 《克拉恋人》了 就在今日 《克拉恋人》 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只要聚集一完结 又引来网友们 是一片鬼哭狼嚎 人一服是别的 这是该剧 打破了偶像剧 男女主角 最终必在一起的惯例 将女主角 和男二号 凑成了一对 这这这 这叫什么事啊 这是要让男主角 瑞自己默默地来 然后默默地 回到韩国 也够忙 国伦在有生之年 看到这样不同寻常的 剧情走势 小编也表示 真是开了眼了 除了在结局上 将观众们 挠得不要不要的 这部霸占了 一整个夏天的神剧 基本上就是 淘点满满的存在 当别家电视剧 还沉浸在 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老套设定中时 《克拉恋人》 早已率先跨出一步 打开了 傻白甜扑倒霸道 总裁的主要化风 首先是唐嫣 饰演的女主迷妥 原本她是一个 下毛不扬 体重不轻的 平凡女子 因为一场车祸 经过整容 因祸得福 双双成为了 一名大美女 这种奇葩的设定 小编自然也是 懒得吐槽了 而人变美了 虽然要手撕 哦不 深情难选咯 于是乎 第一集还是自飞的 球小牙 不到五级的篇幅 就已经 如果故事发展到 这里就结束 那女主角米朵 确实还称不上 是人生赢家 关键就在于 在她的背后 居然还有一根 默默奋献 无时无刻 永远做她 强大后盾的 男闺蜜兼备胎 雷一鸣 这位名为男二号 戏份却比男一号 多得多的雷一生 也真是为这位 不消停的女主角 操碎了心呀 每次女主 因为男主伤心流泪 第一时间出现的人 都是她 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还答应 一辈子陪着米朵 一辈子不离开她 你知道吗 你把我都折磨成 什么样子 还到这里 小编只想说 这是凭什么呢 难道这就是爱 说也说不清楚吗 每一个被女主 忽来贺去的男儿前面 总是站着一个 高贵冷艳 万人膜拜的 霸道总裁 而这位由韩国男神 瑞因来扮演的角色 无论从长相 还是气质方面 都是颇为符合的 莫克拉恋人的编剧 显然对于霸道总裁的角色 怀有着暗粗粗的恶意 瑞因演了12年的男主角 想来就属 克拉恋人里的销量最凄惨 我以为只要演个 学历高 情商高 智商高的霸道总裁 分分钟就能 完事拿片酬 没想到 遇到咱们的女主 就为了冲心了 不仅每天都要经受 煞白甜的低智商洗礼 还得时不时 提防着突如其来的 肉体碾压 我深深将我们的霸道总裁 给整风了 我躲到哪里都有你的影子 我都快被你整个疯了 最关键的是 编剧还顺便派出 本剧的颜值担当 丢入惊人演绎的 神奇的女二号高文 没事就来破坏 咱们的霸道总裁的画风 哎呀 高文你变了很多啊 谢谢 而经历了千辛万苦 当大家都以为 男女主角要坐在一起的时候 女主却说道 什么都走到最一步了 你跟我说我们不配幸福 难怪Ray的表情是如此的 日酷无畏 扶起观众们 想掀起电视机的新刀摇了吧 不过不管怎么讲 既然最终女主选择了男二号 除了心疼男主角 身为观众的我们 自然也无力改变什么 只希望以后编剧大人 还是多多走点心 不要再走这种 奇葩的虐恋路线了 如果实在做不到 那就多给高文这样的 可爱女生一些戏份 羊羊也那也是极好的呀 乐阪天综合报道 玻璃明星慈善情 苏醒金石 并对大梁山少年 与大海亲密接触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广州欢迎回到 玻璃游区都要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玉君晨 大家好 我是谷祥 接下来看看这个跑男三 现在正在准备当中 但是之前就有看到这个消息说 鲍贝尔要退出跑男三 要准备换上陆寒 这个青春美少男的 这个青春美少男 谷主国还是受得非常的开心 当然 我们非常支持喜欢的小孩 但是我觉得有鲍贝尔的退出 有些粉丝也会觉得比较遗憾 对对 但第一时间陈鹤有这个做出回应 他有支持说 说这个跑一次 就永远去兄弟什么之类的 支持鲍贝尔 我觉得兄弟情深 是还有句话叫 救得不去心 因为不然嘛 入海加入的时候 就是有新的兄弟出现的哦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马上来看看我们的真人秀 不是了 我们的慈善行 看的就是我们的玻璃明星慈善行 在上一期的玻璃明星慈善行中 为了让大梁山的孩子们 完成与大海的约定 栏目组一行 再次前往梁山遗族自治州 将八位孩子第一次接出大山 来到美丽的鹿岛厦门 平常生活中 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象 对于他们而言 却是人生难得的出体验 看到了五颜六色的世界 我看到飞机船 在飞机飞的时候 一次晚上一次晚上的 留下电梯也很好 我觉得外人的世界很精彩 很精彩 比我小学生的海洋美 除了大城市处处新奇的街景 孩子们更在古楞与贝壳梦幻世界 与海洋有了第一次接触 五彩斑斓的海底景象 与孩子们未来的希望交织 也在他们心底留下了深蓝色的美丽憧憬 而今天苏信和精致两位慈善大使 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位于厦门五沿湾的 玩石航海俱乐部 在这里孩子们将登上帆船 与大海来一次真正的亲密接触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于厦门五沿湾的 玩石航海俱乐部 为了让咱们的孩子们能够 更加的对大海有深刻的体会呢 那我们2015玻璃明星慈善行 也是为他们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就是今天下午的帆船体验之旅 同时呢 我们的两位队长也需要带领着孩子们 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比赛当中 最常努力的让他们夺得胜利 获得胜利的队伍呢 将会获得由玻璃提供的 海洋大礼包一份 而由于在前一期的 游奖问答环节中胜出 金涛骇浪队也获得了 在帆船竞速载当中 优先出发两分钟的潜力 我们的蓝天队有没有压力 要不要再给他们两分钟 我怕我们很快就追上了 谢谢蓝天队 无论如何面对着真正的梦想冲刺 两位队长可都要拿出最强的实力哦 本次帆船竞速赛 将从五元湾玩石航海俱乐部出发 途经五元湾大桥 全程约25公里 首先返回起点的船只 将获得胜利 而此时金涛骇浪队驾驶的狐狸号 和蓝天队驾驶的变情号 也先后从游艇岗出发 共赴与大海的约定 虽然落后两分钟出发 但苏醒所在的蓝天队 从一开始就奋起直追 没过多久就拉近了 与金涛骇浪队的距离 真的在海上第一次坐帆船 刚才我们的那组孩子 有一个问我说 谁在开船 其实这个问题 在我小时候也很好奇过 因为我总觉得好神奇 怎么可以有一个没有动力 没有人开的船 实际上才慢慢明白了 有帆 有船 有大海 有人 就是最完美的结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玻璃明星慈善行 翻船竞速赛 也进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 金涛骇浪队和蓝天队 并驾齐驱 共同带着梦想 破浪前行 我看得出来 他们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海边 所以他们对海的各种想象 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我相信他们今天 在船上 在大海的中央 一定会对自己 许下了某一些 某一种愿望 宽广的大海 蔚蓝的天空 曾经对于大海的想象 在此刻成为了孩子们眼中的真实 一艘帆船 让他们走进了大海 我们也希望从此 孩子们的梦想 能够正式起航 驶向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